來喔來喔 今天立丟伯要帶我們來吃 駕槓的澎湖古早味肉燥飯 聽說這一位 可是里長從小吃到大 也是在地人的最愛 不囉嗦我們趕緊來瞧瞧 什麼才是真正的國民版美食吧 我去切切蔥 整粒的紅蔥頭 切切的都去酥 酥得好 豬肉粿春湯之後 再倒了慢慢的 慢慢的都去炒 都去炒這樣 掛蔥頭要炒兩點多久 萬費慢慢的 時間很久 用溫火慢燉數幾個小時 一淋上香Q的白米飯上 香味肆意的肉燥五道香 龐龐龐的肉燥飯來了 老闆選用國產豬肉 堅持手工切丁 七十幾年的丘樓缸 完美呈現在這一碗肉燥飯上 讓一旁等待的里長 都要流口水了 老闆他都搅得很好 所以我們吃起來 不會覺得會很油 或是會這樣吃點鹽膩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就 入口之化的感覺 很感謝我們第一豆腐 我們第一豆腐 好 四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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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 瘦肉肥肉比例剛剛好 吃起來一點都不肥膩 加上滷汁濃郁有味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口 停不下來啊 如果還吃不夠 再來碗獨門肉跟湯吧 裡面有老闆獨門的加料配方 那就是來自澎湖的特選扁魚 曬乾後切碎製成扁魚粉 獨特的澎湖味 讓老饕都聞香而來 一碗肉燥飯再配一碗熱呼呼的肉羹湯 簡直是人生一大享受 用這個餅的冰魚來燒香料 比較有在地的餅 人家在吃肉羹的口味 口味吃起來比較新 到外面都不一樣 它是有的 苦香苦味的口味 真的讚 讚 店內美食選擇多 還不到中午時間 早已經聚集許多老主顧 大家都說這裡東西不僅好吃 而且熟夠大襪 這也難怪林長極力推薦 下次來到前景區的榮副禮 千萬不要錯過囉 這是肉吃飯 這是肉雞 這是炸菜肉絲麵 歡迎來吃配合古早味 記者張盛民 潘映新高雄報導